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 入围的作品有 请看大屏幕 苏友鹏 左耳 我觉得我还蛮平常心的啦 那我曾经有非常在乎过 几年前那时候还在做演员的时候 我那时候非常沉迷于演技这件事情 而且非常希望渴望得到认同 那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在乎讲 有了在大陆算是得了个奖啦 对对对 然后金马那时候没有理我嘛 所以这几年我其实开始我觉得 我的心碧已经大了 瞬其自然 没有那么计较这件事情的时候 反而金马奖还敲门的奖 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 居然觉得比较开阔的 年纪大了 年岁增长 事情经历多了 心自然就大了 我觉得做幕后蛮适合我 我觉得我不是天生很会演技 我是后天情能捕捉型的 然后关于在做幕前的人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冲突 我比较可能更喜欢做普通人吧 所以幕后这个就OK咯 这样子 17岁的时候 我期待有个人 对我的佐尔说甜言蜜语 你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 《佐尔》这个小说是十年前大陆 算是一个经典吧 影响过一代的学生 大家那时候确实是 风鸣的人手一本 这样子 那原著小说的作者老雪曼 他很在乎他的读者 所以他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偏离 可是小说这么厚 你电影只有两个小时 你势必要做一些删剪 我还要想办法塞我的东西进去 所以我们之前常常就是 会吵啊会争执 那这只是刚开始 沟通是 我觉得是导演和演员之间差别 很大的一个差别 演员大概你只需要跟导演沟通吧 可是做导演不行 你有什么想法 OK你要不断 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的审美是什么 你要什么样的东西 片场是自己熟悉的环境 只是这次要用不一样的角度看 那要管的事情比以前多很多 那这一次会觉得像导演 基本上就是个艺术总监吧 因为能够跟完 从前期到拍摄到后期的 把大家穿在一起的先期就是导演 当然自己要很清楚 自己要什么东西 当我接回导演 你还愿意再做下去 什么事情之后 呃 我觉得还OK啦 拍完之后 就比较多人找我当导演的案子 还蛮多的 没有什么人找我演戏 所以就是 你弄不去了 对啊 命运的轨迹已经去这边 那就这样吧 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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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